真的 就地方自治而言 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示範 台中市府被中央執批做了不考示範 因為109年各縣市公告地價 台中市大大調降了20.03% 是六都裡面唯一降幅超過兩成的縣市 影響的是地價稅 每年會少17億稅收 對未來的房地產這部分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這背後 確實會有預住房價上漲的可能 花次長指出 可能會影響台中房市上漲 但是台中市府地震局卻不這麼看 如果公告地價稅是影響房價的話 道理來說 那就應該是只有台中市的房價在漲 可是事實上我們在看的話 現在是全台灣的房價都在漲 實際詢問台中不動產代書 也認為公告地價和房價是兩碼子事 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 本身是不一樣的一個系統 一個是移轉稅付 一個是持有稅付 它跟這個買賣的一個價格 甚至是買賣的增值稅是完全沒有影響 台書補充很多人 會把公告地價和公告限制搞混 前者是持有成本 後者是移轉成本 但也有人質疑 每年地價稅少繳那些投資客 或買賣大戶 因為持有土地多繳的稅就變少 會不會買更多 因此炒房 台書也認為幾乎不可能 可能有的就少幾百塊 因為他如果是用自用本來就很少 那有可能就是少個一兩千塊 這已經算是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比較不會去影響到 他的一個持有的一個意願 調降稅機屬於地方政府自治範圍 檢察院無法彈劾 不過代書私下透露 中央會持反對意見 可能是怕其他縣市吃味 為何市民可以少繳這麼多稅 才會希望各縣市數字不要差太多 TB初戀我和羅惟昕 台中報導